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有事呢 就不打扰你了 汤记得趁热喝 下次见 陈瑞看着杨淑婷离开的背影 嘴角露出了笑容 这个女孩进退有度 温柔可人 怎么就没早点认识她呢 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 打断了陈瑞的思绪 掏出手机看到来电显示 立刻满脸嫌弃 不耐烦接听 都说上班时间少打给我 这点小事也要问我 你是怎么当孩子妈的 骂骂咧咧了几句后 陈瑞就把电话挂断了 刚刚打来电话的是她的妻子 陈瑞是个已婚男士 也是个成功的男人 凭借家里给予的平台 不到35岁就已经拥有自己的公司 住着豪宅 开着豪车 是别人口中羡慕的富二代 陈瑞和妻子已经结婚7年 有了孩子 可是陈瑞的妻子在结婚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 把自己磨成了家庭主妇 最让陈瑞接受不了的是 自己的妻子每天不是和她讲孩子 就是说家里鸡毛蒜皮的小事 公司生意的事却一点也帮不上忙 陈瑞独自经营管理一家公司 本就压力大 可是只要每天回家 妻子还不断在身边叙叙叨叨说个不停 就连有时候她生病 忘记吃药 都能被她念上一天 陈瑞真是烦透了 所以她对妻子的嫌弃就这样一天一天积累着 直到遇到了杨淑婷 这些年的不满瞬间就爆发了 陈瑞和杨淑婷是在一个茶馆里认识 那天陈瑞和客户约在了茶馆里谈试 杨淑婷就是负责他们这桌的茶艺师 杨淑婷刚出现就引起了陈瑞的注意 她长得漂亮 说话也十分温柔 乖巧的模样让陈瑞对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借着讨论茶艺的名义 二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陈瑞是个成功的男人 身边围绕的花花蝴蝶并不少 可是杨淑婷却和那些女孩不同 特别是杨淑婷散发出来的温柔贤淑 和妻子大大咧咧不修蝙蝠的样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每次看到杨淑婷 陈瑞就想 要是自己的妻子是她这般模样 那该多好啊 杨淑婷知道陈瑞是有夫之妇 所以她告诉陈瑞 之所以愿意和她做好友 是因为两人三观相似 有许多共同语言 每次见面或者聊天 杨淑婷都会和陈瑞保持该有的距离 这一点也正是吸引陈瑞的地方 当一个男人心思放在了另外一个女人身上 家里的那一位怎么看都会不顺眼 于是陈瑞每天变着法子和自己的妻子吵架 冷战 终于陈瑞的妻子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提出了离婚 这也正好合了陈瑞的意 恢复单身的陈瑞很快便对杨淑婷展开了强烈的追求 没到两个月就和杨淑婷结婚 领了证 为了表明自己对她的爱意 陈瑞买了一套房 还有一辆车 给了杨淑婷 没想到结婚后杨淑婷的转变 让她大跌眼镜 婚后的杨淑婷就像变了一个人 每日睡到日晒三杆还不起床 家里永远都是狼藉一片 从来没有收拾 跟以前朋友圈晒的精致形象大相径庭 这也就算了 杨淑婷花钱如流水 今日一个名牌包 明日一条名税裙 一开始陈瑞也随着她去 可是杨淑婷的胃口越来越大 整天变着花样跟陈瑞要钱 那天她看中了一辆跑车 吵着让陈瑞给她买 陈瑞忍住怒火 说结婚时刚买的车还没开多久 杨淑婷才不一 哭着说陈瑞不爱她了 结婚后陈瑞再也没有吃过一餐杨淑婷做的饭 煲的汤 每当她提起时 杨淑婷就说 现在家里有煮饭的阿姨哪里还需要她下厨 就连陈瑞生病 杨淑婷也不管不问 依旧如同往常一样 打扮得漂漂亮亮和小姐妹出门玩去 陈瑞突然有点怀念前妻了 当初和前妻在一起 家里不是这么冷冷冰冰的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透露着温馨的痕迹 哪怕她再晚回家 家里也有一盏灯是为她而留 她拿出手机 想翻翻前妻的朋友圈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她删除了 陈瑞想得脑袋有些痛 最让她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杨淑婷婷前婚后判若两人 那个温柔咸淑的杨淑婷哪里去了 直到有一天 陈瑞和朋友一起喝酒 几杯下肚后 她就和朋友吐槽 自己这个新妻子的改变 朋友沉默了许久 问陈瑞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一种培训班 专门教女孩子怎么嫁给有钱人的 陈瑞一听目瞪口呆 听朋友简单讲了这个培训班 在联合杨淑婷的种种行为 陈瑞只觉得自己背后发凉 陈瑞回到家 立刻找朋友一番打探 几天后 她看到了朋友发来 关于妻子杨淑婷的信息 气得火冒三丈 她觉得自己就像掉进了一个 杨淑婷编织的大网里 当她拿出这些资料 找杨淑婷对质时 杨淑婷脸都苍白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陈瑞竟然会去调查她以前的事 原来杨淑婷的一切都是伪装的 她的家境很普通 但是她妈妈从小就给她灌输 要嫁一个有钱人的思想 杨淑婷很早就辍觉在外打工 艰苦又平凡的日子 让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调个有钱人 改变生活 所以当她看到那个 可以帮女孩 嫁给有钱人的培训班 毫不犹豫就报名了 高昂的学费 还是妈妈帮她东拼西凑才凑齐 可是母女都觉得这笔钱花得值 在那个所谓培训班里 杨淑婷学到了从来没有学习过的东西 从坐姿 走路 待人接物 任何讲话都会方方面面培训到 甚至还会教女孩子 该如何接近那些成功男人 并成功引起他们的注意 陈瑞之所以会和杨淑婷相遇 也是精心安排好的 在这些培训班毕业的女孩子 都会通过关系 被安排到各种高档场所 偶遇各种成功男士 很不幸 陈瑞就是杨淑婷的目标 在相识之后的交谈中 她所做的每一件事 甚至面对陈瑞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有高手在背后指导 至于做饭 杨淑婷根本就不会 之前送的每一餐美食 都是出自杨妈妈的手 杨妈妈对陈瑞十分满意 一直在背后鼓舞杨淑婷 要好好和老师学习 争取早日让陈瑞和她结婚 看到陈瑞为了自己和前妻离婚 又迫不及待把自己娶回家 杨淑婷本以为陈瑞 已经被自己拿捏在手里了 所以结婚后就本性暴露了 从来没有享受过好日子的她 再也经不住金钱的诱惑 陈瑞听了杨淑婷的哭诉 整个人都懵了 杨淑婷还一直哭着说 我知道你不喜欢结婚后的我 我能改的 我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样子 来做你的妻子 你喜欢吃家里的饭 我都可以学的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陈瑞看着面前哭得梨花落雨的杨淑婷 突然觉得十分恶心 是不是她现在这种哭法 也是经过精心培训过的呢 她没想到自己 竟然会被杨淑婷耍得团团转 当初她之所以喜欢杨淑婷 完全就是被她落落大方 和优雅的气质所吸引 她还记得 当她知道杨淑婷 和她一样喜欢天文学的时候 那种开心 陈瑞喜欢天文学 家里没人能知晓 所以当杨淑婷能够和她 一整夜滔滔不绝 讨论天文的时候 陈瑞是真心觉得 自己找到了人生挚爱 可是现在回想起一切 全是假的 全都是假的 杨淑婷的温柔贤淑是假的 杨淑婷的淑义是假的 杨淑婷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假的 陈瑞突然大笑起来 为了这样一个女人 她竟然和陪伴自己 七年之久的妻子离婚了 真是又蠢又自私 得知陈瑞要离婚 杨淑婷真正紧张了 她各种道歉 甚至真心为陈瑞下厨 可是陈瑞却不愿意 再看她一眼 只想赶紧摆脱杨淑婷 许诗看到陈瑞的决绝 杨淑婷也不再装了 露出了本性 她告诉陈瑞 要离婚可以 她要陈瑞一半的家产 没想到这边 还没有办理离婚 杨淑婷之前上过的 培训学校就出事了 因为这个培训学校的 培训内容 无视道德触犯法律 已经被相关执法机关取缔 因为涉及到相关问题 杨淑婷作为学生之一 也被依法传唤 配合调查 陈瑞也趁热打铁 通过法律途径 顺利和杨淑婷办理了离婚 杨淑婷并没有得到 自己想要的钱财 经过杨淑婷这一事 陈瑞对身边所有女人 都有了恐惧 唯一让她想念和愧疚的 只有自己的前妻 离婚后 她第一次去看了孩子 并想求前妻的原谅 可是得知陈瑞经历的一切 前妻依旧笑得温柔 她告诉陈瑞 其实她是感谢杨淑婷的出现 如果不是她 自己可能会继续在这段婚姻里 迷失自我 直至老去 这么多年 她已经忘记自己是什么样子了 都说婚姻要夫妻双方一起经营 可是陈瑞似乎早就忘了 自己也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当退去激情后 这个家也就她一个人在苦苦撑着 前妻没有原谅陈瑞 她接受不了陈瑞的背叛 她说现在的结果对双方都是最好的 而且她已经开始了新生活 希望不被打扰 陈瑞叹了口气 湿了眼眶 这一切何尝不是她自作自受 可惜再也无法回头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